哈利利亚,感谢神赏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安息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 再一次的得到力量 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充满神的祝福 我们今天安息一下我们一起来查考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 十五节为此他做了信约的中保 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到 耶稣成为了信约的中保 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跟神立下这个新的约定 那这个约是更美好的约定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不变的约定 那这个约定呢 我们要借着这个约定来应许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 就是这一份拯救的恩典 那这份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 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产业的 而且这个产业是非常美好的 它是永远存在 它是一个永恒的产业 那为了这份产业 我们跟神之间持守这个约定 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约定里面得到神非常多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神呈我们的力量 并且给我们一个盼望 所以我们在这个盼望里面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产业 也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 而且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借着洗礼 借着圣灵来得到这份永远的产业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来守住这份产业 就是要能够经常地活在神的爱中 在神的爱中里面来得到神更多的恩典 那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份产业 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的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价 是神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 那付了这个代价之后才得到这份产业 那这份产业是神白白地来赐给我们 因为他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 那它更宝贵的是它是存到永远的 它是永恒存在的一个产业 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的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来追求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迦拉泰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迦拉泰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 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 我们从加拉泰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开始 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二十七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带基督了 二十八节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二十九节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应许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 所以这边说到我们因为属乎基督 我们应该进入到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承受这份产业 那这份产业是神必须要赏赐的一个永恒的产业 是非常美好的 本来是神要赏赐给亚伯拉的后裔 就是这个犹太人 但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我们成为 我们在属灵上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在属灵上成为了神所拣选的民族 成为神所拣选的这个犹太人 所以本来在肉体上不是犹太人 但是因为很奇妙的因为神的救恩 我们能够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不分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 只要是归入基督之后 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能够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 那这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特权 所以我们不断的来努力来追求 经常保持在神的爱中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美好的产业 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第四节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边说到神的一个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那这个救恩非常奇妙 是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重生 就是让旧的人死去了 然后让一个新的人复活 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且借着圣灵不断的在更新的一个生命 那这个生命是有着活泼的盼望 那盼望将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永存的产业 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这边说到这个永存的产业 在第四节特别强调说 这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所以可见它是永远存在的是永恒的 而且这个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是神已经为我们准备好 而且应许要赐给我们的 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面 就是借着重生 在基督里面再次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生命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盼望 相信将来一定能够得到神 所应许的这个美好的永恒的产业 所以同样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彼得后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一节 我们从 不好意思我们从第十节开始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得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这边说到说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来把握住这一份 永恒的产业是非常宝贵的 不要让它失去了 要让它更加的坚固 所以这边说到 让我们所蒙得恩招和拣选 能够更加的坚定不移 是完全的坚定在神的面前 就是谨守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定 让这个约定也永远的保存 保存住 一直到将来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产业的时候 所以这边说到 我们如果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话 就永远不会失落 而且呢 重点是在十一节这边 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是丰丰富富指的是说 我们在神的面前 事实上是非常富足的 这是一个属灵的永恒的产业 可能是 事实上其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人 所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份产业 但是一个进入到基督耶稣生命里面的人 就能够借着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这份 美好的这个永恒的产业 而且能够更加的坚定不移 让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失去 而且能够丰丰富富的 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再来看西伯来书十一章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 十六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在这边很清楚的说到 我们能够从属灵眼光看见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能够借着这个属灵的眼光 来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这个家乡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个城是永远存在的一座城 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那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书他也这样应许 就是这样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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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第三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所以这边主耶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他回到了天上去 是要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在这段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书他即将要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要离开门徒 那他要离开门徒前来告诉门徒 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 告诉他们说 虽然主耶书要离开他们的定在十字架上 而且复活之后 然后四十天跟门徒在一起之后 就要升到天上去了 那升到天上去的话 这时候主要告诉门徒说不用担心 因为他升到天上去的话 是要为门徒来预备的地方 所以预备好之后 就要接门徒到天上的这个 这个国度去来居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 那每一个相信耶书基督的人 在基督耶书里面的人 都拥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 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到 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 只是说 只是我们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这时候神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天上永存的房屋 而且不是人手所造的 是神庆制为我们所造的这个房屋 就像主耶书在约翰福音所说的 他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这个天上的这个所住的地方 那这个住的地方是非常美好的地方 因为在那边有神为王在那边 然后我们能够跟神永远的同住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赏识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 启示录第三章 二十一节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所以这边说到 当我们能够持守跟神的约定 能够在这个树林的战争上能够得胜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坐在在宝座上跟耶稣同坐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特权 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跟神是永远同住 并且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产业 那同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七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那这边说到 当我们能够保守在神的爱里面 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 一直到永生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能够承受 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永恒的产业 而且我们要称为神的儿子 那在那边跟神永远同住 所以这边说神说我要做他的神 那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子 所以当我们能够得胜的时候呢 神就要称我们为他的儿子 并且所以儿子的话 才能够继承这个产业 才能够领受这个产业 所以神已经预备好 这个永恒的产业 要给亚伯拉人的后裔 所以所有在属灵上 成为亚伯拉人的后裔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归入到神里面 都会被称为神的儿子 那只有称为儿子的 才能够领受这个产业 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产业 是永恒的 是不会消灭的 不会消失的 它不是像世上的这些产业 是短暂的 是随时都有可能消失掉的 那相对的 它是一个永恒的产业 是非常美好的产业 那我们知道这个 约翰他接受神的启示 那他稍微能够看见 他在意象中能够看见 这个美好的产业 他稍微描述一下 这个 这座城 它的一个状况 是如何 我们来看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的 第十一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 第十一节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所以这边 约翰他受到神的启示 他能够看见 就是神先给他 能够看见这个将来的 神所预备的 这座城的一个荣耀 这边说到 城里面有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荣耀 充满了这整个城 就是将来 神所预备的这个 永恒的国度 就是我们要去 将来要去居住的地方 神已经给我们 预备好了 那这个国度是 里面的情况是如何 这边说到说 城的光辉呢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美好的地方 那是值得羡慕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会 更坚守 我们跟神的约定 我们要去努力 来得到这份 非常美好 宝贵的这个 永恒的产业 那我们知道 使徒保罗 他事实上也曾经 到这个第三层天 那他不知道他是 看到异象 还是说他的灵魂 真的被提到第三层天 那他 曾经说到他的一个经历 他 当他到那个第三层天的时候 就是在神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说那个地方是非常美好的 美好到他 他 不想要再回到这个世间来 但是 最后他还是要继续回到世间来 因为他还有 还没有完成的任务 那等到 他在世上的任务完成之后 他迫不及待要回到那个美好的地方 因为神已经先显现给他看 这个美好的国度 所以他迫不及待了 而且他说 他要得到那个奖赏 那他得到那个奖赏的态度 就是好像就是要 争取这个第一名一样 争取第一名要获得最多的奖赏 他是 等于是非常努力的 好像在赛跑一样 就是要得到神所吃的这个奖赏 因为他已经先看见了 就是神已经先让他看见了那个 美好的上司 这样子 所以他 因为他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 所以他为神在 传福音在做神的事故的时候 他是 完全的 全心全力的来付出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诗篇的第十六篇 诗篇第十六篇 第五节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背中的笨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第六节 用神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所以这边是大卫的诗 他说神是我的产业 事实上神本身就是我们永恒的产业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约定 就是我们永恒的产业 那他说这个产业是非常美好的 他说我的产业坐落在加美之地 我的产业实在是非常美好的 就是当他 拥有神的时候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看顾的时候 这是一份 最美好的产业 而且是永恒的产业 是不会 改变的一个产业 那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 能够不断的持守住 而且不断的更加的 越来越来越亲密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产业 是越来越丰富的 因为我们就能够 更多的来认识神 那更多的来跟神之间 有更深刻的一个互动 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的119篇 诗篇119篇 第111节 诗篇119篇 唯一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所以这边说到 将神的法度 就是神的命令 神的话语 神的律例 这个典章呢 当作一个永远的产业 那因为这是 这是他心中所喜爱的 那我们爱慕神的话语 神的律法 神的一切的命令的时候 这时候让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 心中的力量 成为我们 行为的准则的时候 这时候 就形成一份 非常美好的产业 因为 当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这时候 神的祝福 就要临到我们身上 那神的看顾 会不断的来指引我们的脚步 那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产业 事实上这是永恒的 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没有人抢得走 因为这份信任 这份互动 是会永远存在 而且会不断的加深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七节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七节 十七节 耶稣出来 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 跑来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第十八节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十九节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建议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亏服人 你父母 二十节 他对耶稣说 父子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二十一节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比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二十二节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愁愁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 所以这边说到 有一个人 来 来 来 跪在耶稣面前 说 娘善的夫子 我要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人 他事实上对于永生 是有一种追求的 他希望能够得到 这个永恒的生命 事实上 这个永恒的生命 就是一个 美好的永恒的产业 那他希望 能够得到永恒的产业 所以他对于 这个永恒的产业 这个永恒的生命 是有兴趣的 所以他才会 来问耶稣说 要怎么做 才能够得到 那耶稣就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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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旧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结果呢 最后这个条件 这个耶稣讲出来说 结果他就变了脸色 悠悠丑丑的走了 他居然没有办法 接受这最后一个条件 以至于说 他没办法得到这个永恒的产业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 就差一步了 因为他之前的这些戒命都遵守了 但是就差这一步 就能得到这个永恒的产业 那原因在于他的 这个世上的产业非常的多 所以他非常的忧愁 那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正解点在于说 他必须要能够看到说 这世上的产业是一个战时 他没办法存到永远 他没办法存到永恒 就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这些产业会马上的归零 所以说 这些不是永恒的产业 是 他只是战时的 那绝书有告诉他说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些战时的产业呢 转化成这个永恒的产业 这边绝书很清楚的告诉他 你只要 分给穷人 就比有财宝在天上 所以你只要帮助 帮助其他的人 帮助神的子民 就是神所造的这一切人 你只要帮助这些人呢 就是每次坐在神身上 那只要我们坐在神身上的话 将来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 这边说到 当我们坐在神的身上 是坐在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在世上 所有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神所造的人 的身上的时候呢 这时候 这样的福气呢 就会转化成这个永恒的产业 而且这个永恒的产业是存在天上 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 而且还跟从耶稣基督 就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连结 所以就差最后这一步 就能够将这个短暂的 这个世上的这个产业 转化成一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出 这样的一个转化动作的话 我们就能够在天上 有一个永恒的产业 是神会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上市 好 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第十六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 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十七节 自己心里是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十八节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拧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十九节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二十节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二十一节 凡为自己基财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所以这篇主耶稣 他很清楚的说到 说用一个比喻来说 有一个财主 他钱产非常丰盛 而且是多到 没有地方收藏 而且他在 加盖这个更大的一个仓房 才有办法收藏 他所有的这些产业 而且多到他 这一生应该是 花用不完 就是享用不尽的一个产业 然后他就说 我应该 就是对他的灵魂说 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 但是神却对他说 如果无知的人啊 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所以这边 指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累积的产业 是短暂的一个产业 在他离世的那一瞬间 就会马上归零 所以当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就会马上归零 所以 所以这时候 神才会说 无知的人啊 如果今夜要你的灵魂 那你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所以这是来 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是 其实是蛮容易的 就是说 如果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那就是看有谁要来继承 看有谁要来领 那当然政府一定会分一杯跟 就是有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要来领 那可能就是交给政府来处理这样子 所以当离世的时候 这个产业是马上 你的产业是马上归零的 那这时候如果说 没有预备永恒的产业的话 这边说到说 如果在神面前不付足 那就是没有预备 这个永恒的产业的话 那当这个短暂的产业归零的时候 那未来又没有永恒的产业 那就真的是归零 可是相对来说 如果是真的是预备 这个永恒的产业的话 那虽然世上的产业归零 但是接下来 这个永恒的产业 是更加美好的 是神所预备的 是非常值得羡慕的一个 非常值得羡慕的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塔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 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秀坏 也有座窝窿窿来偷 二十节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座窿窿窿来偷 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这边绝书说到 要累积产业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找一个永恒的一个 永恒的一个地方 来累积这个产业 这边说到要 当我们累积产业在天上的时候 这个天上是永恒的产业 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花窿窿来偷 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产业 而且当我们的累积产业在天上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在那个地方 就我们的心也是跟神同在的 这时候我们就会往神的方向靠近 这时候当然我们将来就能够得到神的赏识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循环 那所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 第一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第二节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说税利长是个财主 第三节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第四节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第二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第六节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第七节 众人看见就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第八节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第九节 耶稣说 今天就能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的子孙 第十节 人子来会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看到撒该 他的生命得到一个重生 他的旧的人已经死去了 而且有一个新的生命再度的重获新生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看见耶稣基督之后呢 他决定相信耶稣基督 而且得到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呢 使他愿意来追求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他将他所有的一半给了穷人 那来帮助这些神所造的每一个市民 神一定会来大大的祝福 所以他将他的产业呢 转换成了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神说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 到了撒该的 临到撒该身上 而且他也成为亚伯拉的子孙 造的这个亚伯拉的后裔 他要领受产业 他要得到这个神所示的产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的更新 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那耶稣也为他开心 因为耶稣的目标 就是要寻找这些世上的人 让他们再次的 重复一个全新的生命 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 马太福音13章 44节 马太福音13章44节 44节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皇冠兮兮的去变卖一切 所有的买这块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刚才撒盖 他事实上就看见了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呢 他非常聪明 他将所有的一些 变卖一些所有要买这块地 就是来买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他将他所有的一切 来分给穷人 那为了是要得到神所示的这个美好的产业 能够得到神所示的这个天国 所以他能够看见这个永恒的价值 所以将这个短暂的产业来转换成这个永恒的产业 所以因为他有能够看见这个永恒的价值 而不是专注在这个短暂的价值上面 他能够看到更长远的一个将来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能够来布局这个永恒的产业这个部分 就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 我们来看提摩泰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 教他们指定那真正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来坚持这个真正的生命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属年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预备将来 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这个长远的这个将来 然后我们能够继承美好的根基 在神的面前 我们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产业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 也是神准备要赏赐给我们的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的二十一节 所以当我们能够不断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 让我们能够持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让我们生命不断的重生 一直到永生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产业 这是非常美好的 这是我们来追求的 而且是神应许要赏赐给我们的 因为我们已经在属灵上成为亚伯拉的后裔 是应许要得到这个产业的 所以就让我们努力的来追求 来享受这个最美好的永恒的产业 所以我们一起来唱 感谢观看